刚刚,美国航母到香港了,昨天下午,香港海事处网站,已经公布了美航母即将来港事宜,按照该网站披露的信息,从21日上午9点起,出了一个号航母吧。 通行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,科蒂斯维尔伯号驱逐舰和浅瑟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将相机抵挡,美国航母所谓赫莱,目前小瑞查阅到的信息显示,主要是为了停靠和补给,去年10月2日,利根号航母曾与查飞号驱逐舰,一同试底香港访问,也进行了补给。 资料,2017年10月2日,利根号航母舰实体香港情靠并不及,当时,利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,达尔顿少将在演讲中表示,介绍很多水兵都对能访问香港感到兴奋,美国海军军舰的动向都会在美国海军学院新闻上预历呈现,该网站19日发布的舰队动向追踪报告显示, 利根号航母战斗群正在南海海域航行,从南海到中国香港,外媒在报道中着重强调了四个字,中国批准,如美联社在报道开篇第一句话便便名,中国批准美海军航母及其战斗群对香港进行安口访问的申请, 而之所以对这一点如此强调,大概是因为不到两个月前,中国曾拒绝美海军战舰访问香港的申请,当时,美海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计划于十月防杠,但未获批准。 后来发生的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,黄蜂号两栖攻击舰转向南海航行,在途径南海时,舰上官兵还在甲板上,进行了实弹打法训练,曾被认为谢文是威一位影险。 日本时报报道站指出,这并不是美国海军军舰防港申请第一次造句,2016年南海形势紧张时,美海军斯坦尼斯号航母,同样试图访问香港卫国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中美关系的特殊时刻,两国无论哪个领域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,都可能引来众人围观和无限解读。 小瑞不妨带大家一起梳理一下黄蜂号航母最近这些天的动向,以下大事都发生在11月。 6日,黄蜂号上的15名水兵,因涉嫌企图接受美国海军调查,将面临纪律处分。 12日,该航母上一家舰在机训练时,在日本冲绳仙附近海域坠毁,这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发生的第二起坠迹事故。 15日,黄蜂号航母战斗群和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,同时参加在菲律宾海举行的军事演习。 19日,黄蜂号被发现正在南海航行。 11月16日,黄蜂号航母与斯坦尼斯号航母在菲律宾海举行军事演习,有正常训练演习。 也有有五扬为的航行自由,还有事故和花边。 这艘航母的消息,最近真可谓一太分成。 在菲律宾海域军演示,美职包人士就曾自信满满地宣称,该航动掌写了美国海军五与伦比的战斗力和美国自由航行的能力。 炫耀武力,同时言必趁航行自由,这一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为伪命题的口号。 美国以及其若干小跟班们,似乎已经习惯了挂在嘴边。 给人一种不管你信不信,我反正是信了的感觉。 对于这种制造概念,然后谈而皇之的自以为师处有名。 上周五十六日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,已经不厌其烦,得又一次做出了回应。 在南海问题上,我们早就说过,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,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。 我们曾经多次问美方或者声称南海航行自由有问题的人。 请拿出证据来,证明有哪个国家的脑艘船、脑架飞机,什么时候在南海航行或者飞越时遇到了问题。 但到目前为止,没有任何人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。 由此可见,所谓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,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。 这段长长的回答,铿锵有力,有理有据,没错,请你拿出证据来,当然,他们是拿不出来的,而且,依然会继续引尔盗铃。 虽然这不是李根浩第一次访港,但仅时今日,毕竟与去年的大气候有着显著区别,尤其这一次,李根浩是刚刚结束在南海的航行来到香港的。 但也正因此,这场访问还显得更加意味深长。 香港《南海早报》就认为,李根浩对香港的访问,是中国递向美国的一根橄榄枝。 今天上午小瑞也咨询了有关专家,大家的一致看法是,美国军舰访港是中美军事关系的风向标。 如军事学者送中平就告诉小瑞,李根浩此次访港,体现出中国希望与美国发展正常的军事关系的意愿。 中美之间在很多问题上应该互量互让,相互保持善意,才有助于关系的缓和与发展。 有一点小瑞想说的是,美国到现在还没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,而他们打地航行自由的集职来源,据说确实这个公约。 这,是不是有点讽刺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我们来到ARM了 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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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